说起10万元级别的国产SUV 而且是运动型SUV 你会想起什么车型呢 这个价位的客户群体 一般是上班族或者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 他们关注颜值 注重车辆性能 还要有较高的性价比 选来选去发现实在太难了 好看都不中用 跑得快的又长得丑 别急 今天我们的红点汽车栏目组 借着厂家组织试驾活动的机会 来到了云南昆明 为大家评测一款近期热度很高的国产SUV 它就是欧上X5 我现在是在云南昆明 参加长安欧上X5 跑山站弯的活动 我很期待试驾这款 外观年轻时尚又运动的SUV 看看它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样 昆明又称春城 地处中国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中部 在这里的四季里 几乎每天都有着毫不吝啬的阳光 当我们以为这又是一次放松的试驾旅程时 才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在昆明一梁县城通往静安邵村的盘山路上 近6.3公里的路程却有68个弯道 其蜿蜒曲折的程度被看作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于是堪称世界之罪的一辆68道拐 成为了众多车型争相征服的热门路段 而今天我们的前方记者史新 便要和长安欧上X5一同挑战68道拐 这也是我们栏目组首次近距离感受 长安欧上X5的硬核实力 我们现在来到了68道拐的终点 然后通过刚才68道拐的试驾体验 这辆车给我的感觉就是表现惊艳 当我身踩油门的时候 方向盘手感变重 但转向仍然灵敏 油门响应迅速 刹车也丝毫不脱离带水 这样转弯出弯一切呵成 在欧上X5众多模式中 赛道模式最值得一提 比个OK的姿势即可切换为赛道模式 屏幕也会随之切换为热血红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多的弯道 在车速并不慢的情况下 坐在车内的身体 很可能会被甩得晃来晃去 但长安欧上X5在一体式赛车座椅 稳定的车身结构和优秀的底盘调校加持下 即使快速入急弯 车辆的侧心也很小 座椅的支撑性和包裹性都非常强 为我们的小编带来了舒适的驾乘体验 为了更好的体验 欧上X5的动力和底盘表现 我们来到了身后的这块场地 这里准备了回头弯 S弯等科目 这对欧上X5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它能不能通过呢 我真是为它练一把汗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识 如果我认为我认识 它是非常疼痛的 身后的这个场地它就是模拟的68道拐来设置的 但是它比68道拐转向更小弯度更小 这也对车辆的转向还有它的发动机的响应是特别的考究的 但是欧莎X5在我试驾的过程中它的急刹急停还有在我车辆才进入的时候 转速在1200转的时候油门就可以及时的介入 在遇到弯道的时候急刹急停它的响应也是特别的快 这让我在驾驶过程中信心倍增 整体来看这台长安欧莎X5的外观比较有杀伤力 在这次试驾的途中常常会收到路人投来的注目力 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六边形的进气格杉 这一块进气格杉也是利用了视觉美学的展现方式 当你正面观看它的时候是一根直线 如果稍微带点角度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弯的 除此之外进气格杉也是用了黑白相间的设计 这一颜色的搭配在轮毂上也是有所体现 不得不说的是轮毂的黑白搭配加上独特设计 也让这台车极具辨识度 提到龙骨就不得不说车身的侧面造型打造得很明烈 齐平门把手高度从隐形盖延伸一条腰线到B柱中指 车尾方面用一根腰线颜色到后门把手位置 内饰上这台长安欧莎X5整体风格是黑红搭配 也是非常经典的配色而且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一体式的赛车座椅 红色的座椅非常抢眼而且在空调出风口 中控台 换档器区域都使用了红黑搭配 并且比较细节的一点就是在换档器附近和中控台中间 都采用了光感类似于碳纤维材质的装饰板进行点缀 使得整车的运动气息更上一个档次 对于Ocean X5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它的人机消互系统 首先你得选装你表盘上的摄像头 而这个摄像头能够监测你的驾驶状态 比如说我在行车的过程中打了一个呵欠 它就会提醒我或者说是给我放一个音乐 或者说是给我讲一段笑话让我能够集中的开车 再或者说您是一个爱抽烟的人 当你在驾驶的过程中抽烟的话 它也会提醒你让你谨慎驾车少抽烟 再比如车辆驶入隧道和驶出隧道 它都会自动帮你切换内循环和外循环 这真的很不错 正如我开头所说的那样 在这样的价格区间买车的人更看重的是 性价比颜值好配置齐全 操控还好 而在我看来 欧上X5的产品力所产生的价值远超过它的定价 这意味着你将花更少的钱买到更高科技的南京N1动力 同时拥有诸多高科技的智能配置 欧上X5不愧是一款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SUV 同时也兼具了爆款的潜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